陳凡度獲得葛萊梅獎的美國知名歌手 吹牛老爹金船疑似從事性販賣 住家遭美國警方搜查 二十五日春牛老爹兩處住家都遭美國國土安全部幹員搜查 並帶走許多證物 目擊者表示搜查人員多達三十至四十人 住家殘遭搜索 但這早已不是吹牛老爹第一次捲入性爭議 不只曾被前女友指控虐待性侵 就連專輯製作人都出面控訴被下藥後遭到侵犯 一票受害者除面控訴 就連自己的兒子也被拖下水 吹牛老爹醜事全被攤牌 昔日叱咋樂壇 如今形象狼狽不堪 三十四十四報道